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无过于 冷言经 冷言经 十番显见 诠释说这些道理 有很长的经文 再加上古德详细的注解 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受用 真正是古人所说开智慧的 冷言经 我们若不悟 在境界里确实无法修正错误的行为 怎能成就道果 所以 大师一再嘱咐我们 要以见性为修行的第一个目标 无灭度后 依此修行 如无在日 就如同大师在面前一样 若唯无无教 纵无在世 亦无有益 你若是不遵守老师的这些教训 老师就是在你面前也没用处 这句话是千真万确 我们能够真正通达 谈经 的义礼 依教修行 六祖大师就在我们的身边 复说记曰 悟悟不修善 疼疼不造恶 记记断见闻 荡荡心无者 不修善 是不动 心理不动 善要不要修 要修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虽然修一切善 心不动 诸位读了 不修善 这句话 一切善事都不做了 你就不懂大师的意思 这是教你心里不能有修善的心 可是修善的事情要做 疼疼不造恶 疼疼 是自在的意思 自在坦然 不造恶 记记断见闻 荡荡心无者 这四句话实在是说尽修行人的本色 是我们应当要学的 荡荡心无者 就是沉静之心 心中坦然 平等 清静 慈悲一切 记记 是安静的意思 断见闻 就是在一切见闻中 心是清静的 心是不染者 这样才能把一切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在一切见闻中不深分别 不深执着 惊人所谓是客观的看 实际上客观还落在意识 这是完全离心意识接触 见闻 心地才能真正达到平等 清静 慈悲一切 这是大师末后的教诫 诗说既以 端座至三根 呼卫门人曰 无形矣 儼然谦化 于时一乡满世 白红属地 陵墓变白 禽寿哀鸣 十一月广哨新三郡官辽记门人 资白真银真身 莫绝所知 乃焚香岛曰 香烟之处 师所归焉 十香烟之冠曹熹 十一月十三日 千神堪并所传一波而回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初堪 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 门人意念取首之计 遂先以铁叶七步顾护施锦入塔 呼于塔内白光出现 直上冲天 三日始散 韶周奏文 奉斥立碑 祭施道痕 诗春秋七十有六 年二十四传一 三十九著法 说法立身三十七载 的指寺法者四十三人 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 达摩所传信一 中宗赐摩那宝波 即方便素诗真相 并道具等 主塔试者诗之 永正宝灵道场 流传 谈经 以显宗旨 青龙三宝 普利群生者 到半夜三更 大师忽然对门人说 我走了 就俨然谦话 说去就去 这是何等的自在 六祖大师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 大师降生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六百三十八年 元祭在玄宗开元元年 七百一十三年 春秋七十有六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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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背景 探长 备手 对 感谢观看